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臺灣好所在 我是王治愈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聊的是 非常有趣的話題 現在剛好是暑假期間 那麼很多人都會說 我要去哪個遊樂園玩 但是其實這個埋藏 在大家記憶當中 有一些可能小時候去過的遊樂園 結果現在不但是荒廢 變成鬼城 有一些則是現在會有其他的用途 今天要跟大家來聊這些話題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資深媒體人胡孝晨 孝晨哥你好 大家好 是 還要介紹太平洋的房務顧問李季鴻 季鴻哥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要介紹我們是神仙哥哥蔡上基 神仙哥哥你好 小玉好 大家好 是好 我們先要帶大家來看一段VCR 這VCR很有趣 就是以前在臺中的雅各花園 還記不記得百戰百勝都在這裡錄 覺得很有趣對不對 季鴻哥你好像常常看這個節目 對啊 以前還記得百戰百勝 嘿嘿嘿 你是魔王嗎 不是 對 所以其實這個綜藝節目 真的是大家覺得很有趣 但是這個雅各花園 因為荒廢了之後 現在最近有一個英國的媒體 他們去做了一個調查 然後把他封了一個封號叫做 全世界十大恐怖的廢棄遊樂園之一 他排到第八名 真的有這麼恐怖嗎 帶你來看這段VCR 位於台中大坑的雅各花園 入口封閉 還樹立起牌子 要民眾請勿進入 到處雜草重生 看得出來已經很久沒有人出入 裡頭的旋轉木馬斑駁石修 一旁的離心椅 鐵鏈生鏽不堪 還布上一層厚厚的青苔 荒廢已久 還被國外評選為世界最恐怖的荒廢樂園 第八名 現場雜草重生氣氛格外陰森 就連走起路來都要格外小心 很難想像這裡就是曾經風靡一時的雅各花園 其實當初雅各花園曾經提供場地給電視節目錄影 紅極一時 園區裡還有水舞表演 旋轉木馬更是吸引許多家長陪同小孩遊玩的重要遊樂設施之一 九一大地盛後 園區受創荒廢 對比早年人潮爆滿的場景 簡直是天壤之別 以前 雅各花園在開的時候 青苔町一棟 聽說棟跟民町一兩公里下去 現在青苔町一棟 我們這裡也要靈一靈 當初園區到了假日總是充滿人潮 不過現在卻成了綜藝節目 試膽遊戲大會的熱門景點 因為一位女記者最近在網路上公布 心目中全世界最可怕的遊樂園排名 第一名是美國奧茲樂園 第二名則是日本的格列佛樂園 至於台中的雅各花園排名第八 台灣再度要上國際版面 卻是這種議題 3D新聞秋日昂 陳柏璋 台中參觀報導 哇 你看大家小時候的回憶 然後現在荒廢成這個樣子 幾乎要變成鬼屋了 好 我們看過去在這個雅各花園 最夯的就是這個節目百戰百勝 那捧紅了好多明星 我們來看這個是他們主持人的大集合 胡瓜在這裡 然後來看到這是小亮哥 年代久遠這個照片有點糊糊的 但是來看很多現在大明星 當初很青澀的時候 都要去上節目 然後搞到全神石 對不對 這是泛泛泛偉琪 還有王力宏 還有大家最熟悉的大魔王季鴻哥 不是 這是陽熊對不對 金鴻哥好像你對這裡有很多回憶對不對 對啊 對啊 那個我印象很深 就是那時候只要是大專院校 都會報名想要去玩那個遊戲 我們誇張到我從大一一進學校 就跟同學講說我們報名到那個地方 一直到我畢業都還沒有輪到 然後輪到的大專院校 因為他以班級為單位或社團為單位 其實排的時間非常非常的長 我們從高中在那時候 在高中的時候開始報名 到升了大學 一上大學我就講高中沒有報到 大學來報 繼續來 結果到大學畢業也沒有報到 除了社會第一份工作說要去報 結果他節目已經慢慢的開始走下坡 然後也沒有輪到 所以就是永遠都沒機會去參加這樣子 對 宋長哥 那個節目當初真的好紅 對 非常非常紅 而且每次到他錄影的時間的時候 我就會發覺很多的遊客要真相要錄影 為什麼 因為你等於是買一張門票有沒有 兩種享受吧 還可以看錄影 對 一種是就到裡面去公關那些花園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就看這些藝人 所以你會發覺到 每次只要大概錄影的時間的時候 都會搭牌長龍這樣 那以前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們不能講我們小時候 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也很想要進去那個地方 那每次去的時候遇到家人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爸爸媽媽要上班 然後我們要上課嘛 那只能假日去 那假日的時候 那我父親的話就開個車子有沒有 然後帶著我們 就是到過去的時候 你知道那排到後來你會真的會想要自殺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很久 因為他有管制 太多人了 因為他有管制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很懷念他的什麼 就是大門口對面有一個賣那個什麼 那個柴葉蛋 那還蠻香的 然後每次我都在那邊吃 是剛剛新聞當中的阿姨嗎 對 不過這個地方再來講 對很多的一些這種情侶啊 或者是一些夫妻情侶 或者是老人家來講的話 他們是比較喜歡去的 因為那裡面就有很多的那個植物在這裡面 然後呢那個到到裡面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其實他就很像我們早期的所謂的森林公園 那種那種概念在裡面 那對於小孩子來講的話 就很想去撞牆 為什麼 因為就看植物看花草 是啊 我們寧願去做什麼雲霄飛車 因為他裡面的有遊樂設施 其實並不豐富 他主要還是以花園為主 對 所以那時候他就打的就是說 當時打的是全亞洲最大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花園 曾經有過 但是這個稱號沒多久就拿掉了 為什麼 因為後來之後 像那個什麼那個新加坡的Sentosa 他們後來也有自己的植物園 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比下去了 所以他其實後來很大的賣點 就是大家來這個地方可以看錄影 對不對 但是這個節目後來慢慢慢慢的 因為可能做的蠻長一段時間 好像節目也沒有像 剛開始的時候那麼夯 再加上我們看到這個花園 後來之所以荒廢 是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對不對 神仙哥哥 我們看到像這個九二一大地震 一陣 因為我們知道雅各花園 他的地點是在臺中的大坑 那個地方 那大家也知道九二一 就是在中部嘛 所以這一個大地震 真的會改變當地的風水 然後你看本來好生意 好好的一個這個遊樂園區 就這樣沒了 沒有錯 雅各花園我去過一次 我去過第一次看水舞的 就是在雅各花園 雅各花園就是全台灣 第一個有水舞的 然後第一個用水舞來吸引人的 加上我們剛剛孝晨哥說的 這個百戰百勝在那邊露營 對 所以他的興旺當然就是 有當下的那個水舞的加持 然後又是一個算是很大的花園 然後又有露營 那這個是吸引的地方 那如果說這樣的一個風水 或是這樣的一個龍井 到現在變成是 變成是一個大家好像去找鬼的地方 對 這等於是人不去 只有鬼才去 那當然這個地方 它本身就是代表它的經營 沒辦法延續 那通常如果是以這個地脈 有受到很大的震動 就是剛剛小玉說的 像九二一地震 九二一地震 它發生的那個正央的點 是在藍頭台中這一帶 然後藍頭損傷最大 那片級到台中 那當地震很大的時候 整個地脈會被移動 那台灣的整條的這個山脈 我們山脈在風水叫做龍脈 那是靠這個整條的中山脈 然後它藍頭的位置 就地處於中央山脈的地方 那中央山脈一旦被移動的時候 等於整個台灣的那個脊椎 是被移動的 那你說台灣的脊椎 人的脊椎只要被移動 萬一脊椎如果有任何損傷的話 那會半身不遂 要找那控八控控中醫者 是啊 當然 那嚴重會產生這個半身不遂 那你說一個風水的脊椎 被移動了之後 那當然 所以它那邊本來很好對不對 結果後來就是因為被移動了 那被移動之後 它本來的氣 好的氣就會跑掉 那好的氣要跑掉之後 你要經過一段的時間 就好比人的脊椎 有受傷之後 脊椎裡頭的神經 它要經過一段的時間去修復 或者就是有損傷的時候 它慢慢接起來 那九二一地震 把這個地脈整個移動了之後 那你也需要經過三五年 十年的時間 慢慢把這個地氣 就如同神經一樣 再慢慢接回來 所以當地脈被移動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受到損傷 損傷就影響到當下在那個地方 營業的所有的營運 那所以當初的日月潭也一度 也是這樣子 經營失靈 然後還有一些 那個蘭頭的一帶的溫泉區 那時候是叫苦連天 那時候房地產是跌到非常便宜 沒人要 對 所以給它一段時間 它會慢慢會慢慢恢復 慢慢修復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的風水 除了這個以外 那當然有的像一些 這樣的一個遊樂場所 經營不下去 有的是因為被集團的財務偷垮 比如說這個地方它賺錢的 但是集團財務有問題不靈光 那它底下的整個可能有賺錢的 它要拿出來賣 可能賣得到好價格 加上百戰百勝節目沒有了 那本來有百戰百勝的加持 這個加持的力量不見了 那當然這個等於頓私依靠 對 基隆哥這塊地後來 我們據說好像有一個建商 把這塊地標下來了 對 目前是有一個建商 把這塊地用五億的價格 標了下來 但是就是 還要幹嘛 還要蓋遊樂園嗎 回應一下剛才就是 剛剛神仙哥哥講的 這其實有一首經典名曲 講到遊樂園經營的困境 就是 沒那麼簡單 千一少萬 樂園就完蛋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事情 大家都沒有算過 就是樂園經營的成本 其實很驚人 那我們那時候去看 百戰百勝這個節目 去雅各花園 就像剛剛孝誠哥講 他裡面沒有什麼遊樂設備 可是沒有這些機具設備 你覺得維持一個花園便宜嗎 並不便宜 因為你要修整那些草木 然後除掉那些雜草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開銷 然後還有剝圖 施肥 灑水 像那個水舞 水噴完了其實就是沒有了 然後你還有很多的員工 他的那個地方 剛剛講那個建商 飆掉五億的這個價格 去飆掉這一塊地 各位 雅各花園這塊地 是三十幾公頃 將近快要二分之一 新莊富都新這個重劃區大 那他只五億啊 所以他的五億這個價格並不貴 如果純粹以買地來講 買這麼大一塊地 你可以算一算 就是三十幾公頃只有五億 他的單價其實並不算高 但是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要做一個開發或者是興建 其實他後面投入的成本 才是比較驚人的 像剛才那個神仙哥哥 講得很明白 就是這個地基受傷了嘛 那我要把這個地 去整啊 然後還要去鋪啦 土啦 什麼等等 那個其實投入的經費 是很驚人的 對 孝仁哥 其實好像在那個當地 中部地區 也不只是雅各花園 後來就很沒落 那個時候本來那個地方 還有什麼東山樂園 還有臺灣民俗村 本來都很不錯 也是因為地震過後 現在好像都沒了 對 剛才講的這兩個樂園 我都有去過 所以他都變成我那個 年輕時的回憶 現在有點不勝唏虛 其實我再回到 剛剛雅各花園這個問題 他不是沒有改變過 他需要要力圖振作過 所以他 那個時候剛才那個 我們的神仙哥哥講說 有那個水舞 對不對 對 他是國內第一個 有那個星光票的那個樂園 晚上也可以玩 他第一個 對 因為水舞的話 晚上才看起來漂亮 有那個燈光嘛這樣子 對 他第一個有星光票 你看他有改變了對不對 後來之後他開始經營什麼 類似像很像度假村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活動在這裡面 也就是他裡面開始建了一些小木屋 在那邊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他想力圖振作 但是問題就在於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這個樂園 還跟台灣的整個這個 經濟景氣上面 事實上有很緊密的關係 如果你景氣不好的時候 誰有那個美國時間跟錢 有沒有去玩這個樂園 然後九二一大地人也是一樣 你剛才講那個什麼東山 也是差不多狀況 當你發生這個 這個重大一個災難之後 你會以台灣需要很長 一段時間才能夠休養生息 至少一年以上 那你想想看 他這個樂園一開完之後 他原來的那個設施被證壞掉 他從要修復之外 他還要等什麼 等大家有錢有閒 有心情有沒有來玩 他能撐得住嗎 他員工要養 然後他很多東西都必須要維持住 所以你久了之後 如果你的整個體質不散的話 你自然而來的話 你就要慢慢慢慢來 他也就會萎縮 甚至到關閉倒閉的程度 真的喔 神經哥我想問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VCR當中 雅各花園現在變成大家試膽 你說真的人沒有去都鬼才去的地方 他們去試膽 據說啦 我還去查了一下 他們那個節目到底最後 真的有遇到某事啊沒有 結果好像還真的有 神經哥哥 所以這種荒廢的地方 真的會有一些比較陰的東西 聚集在那 陰跟陽他是相對的 沒有陽的地方自然就會陰 那有陽的地方陰就自然會減少 可是他本來人那麼多 所以是那些人如果再不去的話 他那個地方就會變很陰 是 而且他現在是一個荒廢的地方 所以只要是一些荒廢的地方 比如說像廢棄屋 還有像這種廢棄的熱源 因為他地方大 然後當廢棄的時候雜草重生 那又沒有人進去 那相對的那個地方的陰氣就會提升 那還有像一些廢棄碉堡 或者就是一些廢棄建築物 像我們有看到一些怪怪的建築物 然後他沒有人住 然後那個外觀就是感覺就是很廢棄的樣子 那經過那個地方就感覺就是很方涼 感覺很涼快 他比方郊野外沒有房子的地方 感覺還更方涼 所以那種一大片的廢棄 有的是比如說像有些建商 蓋房子蓋到一半 然後突然倒掉了 那房子就丟在那邊 對 丟在那邊整個房子日曬雨淋 變成黑的房子 包含一些垃圾 那還有流浪狗都在那邊跑 所以現在的魔王已經不是當年人間的魔王 陰間的魔王 對 所以為什麼講說雅哥話 有傳什麼阿飄 就是因為有那個小朋友 說到鳳京有很多小朋友 沒事不要往裡面衝 好不好 你往一些海山進半夜衝 他裡面有一個歐式建築體 他那個歐式 那早期那個歐式建築 是他最大的一個主廳嘛 他主廳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就說 我覺得你們探險 就看到有白衣女阿飄有沒有 飄過你怎麼知道他是阿飄呢 他搞不好就是一個無聊的女生有沒有 晚上睡不著有沒有 在那邊晃來晃去 那把他當阿飄有可能 深夜問題多 早點回家 所以像這一些靈異傳奇 當然就是一些廢氣的地方 他自然陰氣會比較重 但是陰氣比較重 不等於就是說 真的有靈異傳奇 但是他陰氣重是的確事實 那當然也比較容易碰到一些 靈異的事件碰到阿飄的問題 這是比較容易 但是不是絕對 一定有 而且我們所看到的 或是一些去拍外景 甚至節目所看到的 也不一定是所謂真的阿飄 他們可能裝的是不是 對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像那一些學生們 年輕小朋友們 他們去那邊想要探險 去看看有沒有阿飄 搞不好是有時候人嚇人的問題 自己嚇到自己 嚇到自己 嚇到自己 他一定會寫他的心情報告 拖在網路上 然後就開始一傳十十傳百 一直開始瘋狂傳 那有的節目說實在話 有時候一些靈異節目 做鬼的節目 有時候往往有時候 會做一些效果 對 是這樣 所以大家其實不要太覺得說 這個地方真的有些什麼樣的東西 不要自己嚇自己 不過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 我們要帶你看有一個樂園 這個樂園現在也已經荒廢了 有其他用途 但是他曾經最有名的 就是他的鬼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有名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北台灣的所有的學生 如果沒有去過這個地方的話 有沒有 白混 進去那個鬼屋 那女生其實緊張 他小鳥一人兩隻手抱著你 可是後面一直有一個人 拍你的肩膀 沒有陽光就沒有陽氣 沒有陽氣 陰氣就自然會提升 所以像很多陰氣會提升的 不只是這些地方 像我們的攝影棚裡頭 也是常連陽光進不來的 不要嚇人 推特 行 剪 folding 坐 馬 Й 馬